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開始要講一個 可以說在文學 在音樂 在戲曲上都很關心重要的一個論題 那麼這個論題可以說存在非常久 我總覺得大家一天到晚都在說腔調腔調 可是沒有哪一家的說法 古人說得不清不楚 胡亂吞澡 現代人人隱異言 終於也不知所言 所以我一直耿耿耀懷說這個問題要徹底的把它細清 所以有一年我就花了一些功夫 從很根本探討 腔調到底它的這個基礎的元素是怎麼樣 怎麼樣形成的 如何給它定位 那麼它在音樂上 基於什麼樣的地位 文學上有什麼樣的作用和關聯 所以終於寫了一篇 題目非常簡單 叫《論說腔調》 《論說腔調》 就是專門對腔調這兩個字來探討的 這篇文章一直在中央研究院的文哲所的集刊 還基於一個沒被打破的紀錄 什麼紀錄啊 文章是長 長度不是它的學術力度 長度9萬多字接近10萬字 一口氣等完 是有這麼一回事情 那麼我現在把這個如果要講完 你看10萬字的東西 各位也會覺得很膩 很不耐煩 我把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概念告訴各位 那個 首先要了解這個問題 我想槍調 什麼叫槍 槍是人類的發生的器官 口腔對不對 然後調呢 就是一種旋律 是由我們人類的口腔 產生出來的這個旋律 其實就這麼簡單 那它和我們口腔會產生旋律 一定和怎麼樣 我們的口腔可以發出聲音來 所以聲音的內涵 結果 是不是有很根本的問題 那聲音的內涵結果 當它到這個溝通媒介的時候 溝通媒介的時候 溝通媒介的時候 就是從我們溝通的最基礎的媒介 語言 產生出來 那麼各位 我們的語言又是怎麼樣過程的啊 語言有過程語言的元素 所以 像最基本的元素 一個字 就有字音 對不對 一個字就有字的形體 這個形體 就作為在體 沒有這個形體這個字 那麼這個字的音 這個字的意義 有沒有它可以存在的這個地方啊 呈現得出來嗎 呈現不出來 所以字形就是字音字義的在主 比如說這個天子 我們是 國語的字音是這樣的 那我的國語的字音標呢 是這樣子 這個是聲 這整個呢 在唐詩叫音 在唐詩叫音 音裡面 這個叫接音 這叫原因 這個呢 這個呢 叫韻尾 這個叫聲調 這個叫聲調 有四個元素 有四個元素 最主題就是元音 借音 韻的尾巴 聲調 那麼聲調 有時候是包含在韻裡面 有時候 有時候 它不 包含在 聲調不同 韻就不一樣 聲調不同 韻就不一樣 這個是一個字音 那麼一個字音 那麼一個字音啊 它會因為時間 空間的這個關係 而發生 變化 地域不同 就有地方的這個變化 時間不同 就有時間的變化 所以它是隨著時空變化 因此我們有古音 有金音 對不對 一個字 古音怎麼讀 現代音怎麼讀 這是時間 同一個字 廣東人怎麼讀 我們閩南人怎麼讀 北京人怎麼讀 這空間 所以有時空的這個變化 那麼這些音 它把它組合起來 一個字一個音 兩個字 成為一個副詞 一個句子 就會產生音不停頓的不同 譬如說 一片 花飛 簡缺 春 這七個字呢 一個字一個字 一片 就變成一個副詞 花飛 也是一個句 就變成一個句子 檢缺 又是一個副詞 春也是一個詞 但這七個字念起來 你就會有停頓的時間的長短 比如說一定是這樣 一片花飛 簡缺春 一片花飛 停頓的時間就不一樣 所以 它就會產生的一種 語言的旋律 由方音 以方言做再體 這個方音的音 寄託在方言裡邊 那麼這個方言 連綴起來 連綴許多的音 因此成為一個有意義的語言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個語言的旋律 那請問 不同 同樣一個句子 不同的地方 會不會產生不同地方的語言旋律啊 當然會 因為 因為 它 每個字音 都不是一樣的 你譬如說 我們做 方向的方 方向的方 我們 有時候讀風 有時候讀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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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方向的方 你把它擺在一個副詞的上邊 崩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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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 有沒有變化 像就叫連音變化 為什麼連音變化 就是產生不同的語言旋律 這些旋律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腔調 腔調的根源 所以我弄了半天 從文獻 從實質的分析 就是 就給 給這個什麼呢 給這個 腔調下來的定義 方音 以方言 為 在體 所產生的 地方性的語言旋律 就叫做 腔調 那麼這個腔調 請問各位 他在原生地的基本條件 是不是只要有一群人住在這裡 就會產生這個地方的腔調啊 一群人住在某一個地方 久而久之 就會產生 這一個地方的 這一群人的 共同的語言旋律 會不會啊 會不會啊 那麼像這樣產生出來的 他在當地 沒有流傳出去 我就把它叫土腔 土腔 那麼這個土腔 就是這一地 的一群人 共有的 所以腔調的原生 只要有一群人 一群人 住在同一個地方 住在同一個地方 他就會產生 他的時間 就是從那時候就開始 像這個觀念 很重要 現在啊 現在啊 有一大批的學者 還在那邊吵說 昆山腔 已經有多少年 有的說有六百年 有的說有六百年 有的有八百年 吵了半天 我去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觀念告訴他們 只要昆山有那麼一群人 在那邊說話 就開始有昆山腔 但是這個腔 是沒有離開 昆山這個地方 我們就叫昆山的土腔 昆山的土腔 不會自己給自己 叫做昆山腔 一定要怎麼樣才會叫昆山腔啊 它流傳出去 流傳出去 外地的人一聽說 哎呦 這個腔和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緬南調 它是昆山腔 所以一定要有昆山的土腔 當流傳到外邊以後 那個腔調才會有名字 同理 經濟 經濟 如果經濟 在北京的時候 成立了 它會不會自己叫經濟啊 它一定叫皮房系 因為它是西匹奧房 絕過的 可是皮房系 流傳到 孔治六傳六連 流傳到 天津 流傳到上海 天津上海的人 看到這個皮房系 喔 這是北京來的戲 才叫經濟啊 所以經濟有名字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們呢 會說昆山腔 那麼 一定是昆山土腔 流傳到外邊以後 才開始的 那個八百年六百年的增值 就是這樣來的 流傳出去啦 俏好在文獻上 書面上 有人就把它寫說昆山腔 那現在算一算 有八百年 在文獻上出現 那不知道的人說 昆山腔 原生八百年 那有時候沒有 這裡寫的是六百年 其結果都對來錯的啊 通通錯的 它只是建於文獻記載 是八百六百 而昆山腔本身的 這個時間的長度 是只要昆山這個地方 有人就開始 你看這個基本觀念 差別大不大 非常大 學者吵了半年 就是沒有邏輯觀念 這是第一 這是第一 第二 一般所說的腔調 是一群人在一個地方 所以它的語言旋律 對這一群人來說 是有共性多 還是個性多啊 共性 這一群人大家都有 所以我們拿起電話來 喔 你是廣東人啊 因為他是廣東的語言旋律 他說的是廣東語言旋律的共性 哦 你說的是台灣隔壹語啊 那因為你說的普通話 國語帶有閩南的語言旋律在裡面 因此呢 又有一個分野 也是 這個學者都搞不清的 那就是腔調 與聲腔和唱腔 聲腔是聲音的聲 唱腔是歌唱的唱 腔調 聲腔、唱腔 這三者之間 有什麼樣的分野呢 各位這個聲腔啊 本來啊 和腔調是可以畫等號的 但是 慢慢的呢 大家就給它有分別了 分別可以說是人為學術 把它規範出來的 規範出來的 聲腔現在的意義 就是形成系統的腔調 它本身是一個腔調的系統 這什麼意思呢 好 那就是腔調的生命力 腔調的語言旋律的直性 有些是強的 有些會比較弱的 當它們流播的過程裡邊 傳出去的過程裡邊 一定會按別地方的腔調怎麼樣 產生碰撞 衝突或者融合 如果你自己的腔調強 你流傳到哪一個地方 你碰到流傳地的腔調 和它碰撞 你就把它含融在一起 把它吸收在你的腔調裡面 主體性還是你的成分強 當地的腔調反而被你包容在裡邊 成為比較隱性弱勢的腔調 被你吸收了 這可以用人種的通婚來說 請問 黑人和白人結婚 生出來的孩子 黑的多還是白的多 黑的多 因為黑的遺傳因素怎麼樣 強 所以最多你給它漂白一點 結果還是黑的 道理一樣 你這個第二個黑的 再往下傳 傳到一個白的 再碰撞 結果出來 比較沒那麼黑 但是還是黑的 也就是說它一路流傳 它的顯性一直存在 有沒有這種現象 會有 舉例來說 像幫子羌 它叫陝西的西部 和甘肅的東部 交界處 就是龍東 龍就是龍山之東 那個西域的語言方言 叫龍東 所產生的龍東的地方語言旋律 就叫龍東調 這龍東調 它 高亢 那 傑作呢 就拿一個找木 找木 雕的 那個木頭 咚咚咚咚咚咚咚敲的 因此叫幫子 做打擊業 那些 很離俗 但是 很切合當地的 一種 比較高亢 的一種 地方性的語言旋律 我們就叫它幫子羌 一路往東移動 到陝西 就成為陝西幫子 我現在是概念的 會有裡面有細節就不談 陝西幫子 再往東 就山西幫子 再往東 河北 就變河北幫子 沙爾南 就叫河南幫子 最後到山東 叫山東幫子 請問 這個幫子羌 一流傳以後 被稱為陝西幫子 山西幫子 河北幫子 河南幫子 山東幫子 請問 主體性是哪 什麼 主體性還是幫子 對不對 可見 幫子羌的那個主體性 是一路存在的 可是這個幫子 本身有沒有發生 直性的 稍微的變化 有 因為陝西的地方羌掉 有沒有被它吸收進來 被影響 有 因此它稱陝西幫子 山西的語言宣令 也進來 因此它 稱 山西幫子 河北 河南 山東都一樣 也就是說它這個幫子 和別的地方的腔調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種複合腔調了 但是它的主體 還是什麼啊 還是幫子為主體 它附加的隱性 但是 是存在的 所以陝西幫子 山西幫子 河南幫子 河北幫子 山東幫子 其為幫子 但是各個有沒有不同的面貌 音樂元素 有 仔細分都有 那麼像這樣的幫子 系列的 我們叫做 幫子腔調系列 它是一個腔調的系列 把它合起來 它是一個聲腔系統 腔調系統 也就是幫子聲敲 像這樣的一個中和鼎 簡單的說 就是聲腔 所以聲腔是一個腔調的系統 成為系統的腔調 才叫腔調系統 那麼 又有的怎麼樣呢 像溫州腔 溫州腔啊 是南西 在浙江溫州 這個地方 溫州腔 產生的 土腔流傳出去 而溫州腔 很遺憾 它相當的肉 它相當的肉 它只有流傳到 像江西的南風 江西省的南風 江西省的南風 它勝過南風 它勝過南風 所以還被稱為怎麼樣呢 還被稱為 詠家 詠家 詠家就是溫州 保留詠家 溫州腔的這個 名字 可見他到南風 南風的地方將來被他吃掉了 他還保留 詠家 詠家的這個名號 可是當然呢 傳到了 杭州 杭州把它 溫州的腔要吃掉了 土腔 杭州的這個什麼呢 就壯大了 流布出去 反而變成杭州腔 所以杭州腔呢 事實上就是杭州的地方 以元旋律為主題 但事實上 已經有溫州腔的內行 因為他把它吃掉了 他傳到海鹽 又被海鹽吃掉了 所以叫海鹽腔 傳到易陽 又被易陽吃掉了 就叫易陽腔 傳到昆山 又被昆山吃掉了 所以叫昆山腔 因此呢 我們才說這四大聖腔是 南系的四大聖腔 因為南系是原生於哪裡啊 溫州 可是溫州一傳播出去 地方的腔調 都勝夠怎麼樣 溫州了 所以他們就稱 杭州腔 海鹽腔 易陽腔 魚腰腔 昆山腔 好 還有一種啊 他呢 特立獨醒 怎麼傳 傳來傳去 景水不換河水 那就像 繡星系的繡星腔 繡星腔 繡星腔 傳播天下 但是它 不吃人也不被吃掉 還有 這個瓶劇 也一樣 瓶劇是那個批瓶的瓶 現在那個原子編都被拿掉了 這個也一樣 還有呢 是 這個兩者呢 非常的 非常的 可以說和平相處 彼此呢 互相包容 像嬉皮腔 二黃腔 後來碰撞在一起 可以互補有無 因為西皮二黃 都有幫子腔的根源 那麼他們產生了西皮腔 比較明朗高亢的腔調味道 二黃腔 是以這個儀黃腔為底製的 產生了比較 這個抒情 比較這個 螺迷的這個 情味 這兩種腔調 合起來可以互補有無 因此終於慢慢的就結合在一起 形成了我們所謂的 複合腔調 就叫什麼 皮黃腔 皮黃腔 那麼這種複合腔調 在這個昆腔 時代 其實是 非常 有趣的 各位都知道 武俠裡邊 只要號稱天下第一劍 永遠都有人要挑戰它 對不對 你這個一個坛頭裡邊的 海豹海象的老大 也終於有人要挑戰它 道理都一樣 我們的這個昆山鄉 幾百年來 都是老大 可康熙以後 地方戲曲的腔調形成 就要和它挑戰 所以就產生了 昆山鄉為亞 地王強調為俗 亞俗的推移 爭戰的歷史 好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 我是想說 今年 最多我在明年 明年再把一個 這個 戲曲的名家名作 的討論 明家名作 最有名的劇作家 最有名的 作品 選一些啊 像觀安清 馬志遠 還有西鄉記 西鄉記 絕對不是王師傅做的 但是大家 兩岸到目前為止 好像只有我在說 不是王師傅做的 但我文章已經寫出來 不是王師傅做的 然後 明代當然 琵琶記不能不講 反殺記是個關鍵性的 牡丹亭 也要講 然後呢 奇怪這個 吳梅吳琦安 對於這個 吳丙的燦花 捧上天 我覺得那個 小家子氣的這個作品 很沒有氣局的作品 就耍一些文采 也沒有什麼深厚的思想 怎麼會那麼樣的 被推崇 各位要知道 你要唱反調 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太多人已經根深底固 所以 像這個 那阮大成這個傢伙呢 看了就討厭 怎麼能讀下他的劇本呢 可是他在他那個時代 確實也是 可是 可是那也是鬼鬼祟祟祟的東西 不是光明正大的作品 所以我們可能 就找 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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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現在一般都說 蘇州派的領頭人物 我是不認為有什麼蘇州派 這個觀念大陸盛行得很 但是他只是住在蘇州 就不一定是蘇州派 然後就是長生殿桃花山 大概這樣已經很夠了 把這個呢 做一個 我這一輩子 戲曲教學的一個據點 從戲曲史 戲曲考證 戲曲的 這個 理論到戲曲的作品 我能奉獻給同學的大概是這一些 所以你們有興趣的 想要學的 就是把握這一兩兩 我不客氣的說 在有限的將來 能像我這樣給各位開每一年不一樣的課 給你們這樣分量的課程的教授 大概也不會多 也不會多 然後我已經老了 我總有要 退下來的時候 這是人生的無奈 和必然要走個路途 和必然要走個路途 好 那剛才 我們說這個 腔調與腔調之間 還會 有各種關係 這些各種關係啊 也是以前的人沒有去 沒有去 沒有去關照過的 那清代以後 我說給各位 一個簡單的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呢 我是發了四五萬字寫的 但是把它說出來 不過十來分鐘就可以說完 那就是以天下第一件 就是 昆腔 任何進入北京的腔調 因為北京 在清調 是政治 文化 經濟 學術 各方面的 中心中心 拿戲曲來說 也一樣 都往北京去 然後在北京就產生了 可以說就是一種 彼此的交融 說難聽點就是彼此的鬥爭 首先啊 向他挑戰的 就是 從晚明 一直存在宮廷的 易陽槍 易陽槍 易陽槍啊 它是 庶民百姓的槍調 所以 在明代的四大腔調 很有趣的現象 各位留意 分作兩個派系 一個往亞的方面 發展 那先是海鹽槍 海鹽槍就是文人喜歡的槍調 往亞的方面發展 海鹽槍後來被 昆山槍凌駕 他勢力就摔下來 由昆山槍取而代之 昆山槍又出了哪一個 了不起的音樂家 魏梁府 等人 包括陽春雨 所以啊 第一個進來 就是易陽槍 在萬曆以後 在宮廷裡邊 產生 昆槍易陽槍的 爭橫 一個雅 一個鼠 易陽槍往鼠的方面發展 甚至於把那個 易陽槍的那個取牌 公調取牌 就慢慢破解 因為他這種形式規律 慢慢破解 結果變板槍體 我的學生啊 李英賀宇 和我的朋友 許福勉 都說啊 所謂傳奇 應當要包發易陽槍 我反對 因為傳奇是 是往雅的路途上發展 而易陽槍是往俗的地方發展 易陽槍 無法 作為這個什麼呢 像那個昆山 像傳奇這樣 精緻的這個 那個載體 易陽槍能把它呈現出來 是不行的 而傳奇是一種亞文學 這一點的這個邏輯 是不一樣的 可是易陽槍 海洋槍 鬥爭的結果 產生了 坤易槍 坤易槍 就是現在北坤 北坤 北坤 的那個系統 我所言和 兩者結婚了 好 接著呢 我們說陝西邦子也進來了 陝西邦子 各位都知道 戲區史上有一個名詞叫亂談 有沒有 亂談 閩南話叫什麼 懶談 現在啊 客家戲裡邊 北坤裡邊 都還有亂談 那為什麼邦子槍到北京 被稱成最早的亂談呢 各位 文人是站在哪一邊的 亞布昆槍的 他們的耳朵聽慣了什麼 亞布昆槍 聽啦 幫子槍那麼高 抗 咚咚咚咚的 就想 沒有公調沒有取牌 他會覺得什麼 唉唷 簡直亂談一起來 亂七八糟的談 是這個意思 可是我那個朋友 許福 許福明先生啊 雙人許 他已經去世了很多年 福 福起來 明明白了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寫者 他寫的東西啊 都非常紮實 他就寫了一篇叫 亂談考 花了兩萬多字 我呢 沒有寫過文章 我只在課堂上 比他說得更早 什麼叫亂談 就剛才說的那樣 他的結論和我一模一樣 可見他的兩萬多字 是很深入精細的考證 我是大化 知道怎麼樣 處理 各位我為什麼強調這一點 是有他的深意的 因為學術的研究啊 我們有時候呢 對於一個比較深奧的問題 我們當然要挖掘 要探討 才可以來 擬清他裡邊的 奧義解決裡邊的問題 那有一些呢 很簡單的 你表面一看就知道 他什麼緣故 我們當然也 很簡單的去處理就可以 如果我們呢 現在 以前做生 很簡單的問題 卻 用很深奧的去那邊 探討 浪費比目 一首五言絕記 被你 寫了好幾萬字來欣賞 請問 這樣的一首五言絕記 有沒有意義啊 你花那麼多 絕對沒有意義 這叫以前做生 而現在的學者 常常犯了這樣的毛病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他故意做得莫測高深 讓人家佩護你 好像你的眼界比別人高 其實沒有那回事 你自欺欺人而已 這個以前做生 唯厚很烈 尤其受到西方的某一些理論的影響的人 常常犯了這種毛病 你比如說 我們中國的戲曲有一種三度劇 對不對 一個人被神仙超度 一定要幾次啊 他一定要三次 我們的員長一定要三次 第一次怎麼樣都不行 第二次還不行 第三次就猛然就聰明起來 因為劇本要結束了嘛 你不在於這個猛然怎麼行呢 所以就這樣的一個模式 沒有一個劇本不是這樣的模式 我就看到一位 用西方理論 探討這個問題的人 他呢拿西方的 哇 大維分析寫的什麼 這了不起的一種結構法 因為他只讀過這一本 其他他沒有讀過三部曲 這就是可笑了 因為在那時候流行這一切 所以佩馨我才在 三十二歲那一年寫了一篇 平治中國古典戲曲的態度與方法 那一篇文章 我認為你們呢 討論中國戲曲的評論方法都是錯誤的 我那時候三十二歲 做第二年的副教授 這篇文章 被他們說緩慢發表 因為如果發表的話 他們發表一系列的通通是 打他們嘴巴的 我果然呢 聽他們的 可是後來呢 我還是 為了要成書 就去在別的雜誌發表 沒想這一篇一發表 就被作為年度的 一種文學理論的得獎 得這篇 有這樣一件事情 這個就是 他們呢 以錢做生 那麼以生做錢 那是你學養不足 人家有非常深厚的含義 你看不出來 寫不出來 那這個你要自己 好好努力反省 所以各位注意 所以各位注意 學問啊 生則生之 淺則怎麼樣 淺之 而不要以生做淺 故以生做淺 是自己能力所不足 以錢做生更可怕 那如果一個老師這樣 會誤導學生 灼火入魔 好 所以這個 幫子槍一進來 變亂談 最早期的亂談 和坤山槍 爭行爭鬥 其結果產生什麼 坤幫槍 坤幫 和坤衣一樣 又合流了 合流 去 勤幫以後 一揚槍 在北京呢 轉化成為京槍 京槍呢 和幫子槍 從四川來的幫子槍 配現在 這個幫子槍 是另外的幫子槍 就是那個 尤其十四道 寫人姐 那個誰啊 魏長生的邦子槍 四川的邦子槍 剛才是陝西的邦子槍 又爭吼 結果又產生了晶棒 晶棒 好 後來的亂談 世上灰調的亂談 灰斑進京 當然就合成昆灰 由灰斑就形成了怎麼樣 形成了以西皮奧房為主槍的批方式 但是它是多種的複合槍料 以西皮奧房為主 也把昆山槍也吸收進來 邦子槍也吸收進來 螺螺槍也吸收進來 什麼叫螺螺槍呢 以前大家都搞不清楚 螺螺事上就是在 中原西北一帶 稱呼小孩叫螺螺 螺螺槍就是現在經濟裡的 挖挖槍 挖挖槍耍兒 這個腔調 因此 中國戲曲啊 就 以這個 安徽灰 灰調的西皮奧房 為主所產生的 多腔調 多腔調俱走 經濟是多腔調俱走 好 這個各位 腔調啊 像這樣流波 產生的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發現 這個發現是什麼呢 腔調能不能改良啊 腔調可以改良 腔調的改良是透過人的唱腔 透過文學的載體來改良的 先說文學的載體 文學的載體 最簡單的 就像歌謠體 蘇煌 蘇煌 蘇煌走了 還沒有 歌謠 是不是他的 這個體制規律最簡單的啊 所以歌謠的制約性是怎麼樣 最弱的 最弱的 那麼要提升腔調的藝術直性 是制約性高的精柱還是制約性弱的精柱呢 制約性高的 他腔調的這個藝術性就高 所以用歌謠所唱出來的那個腔調啊 他就很離俗 很離俗 歌謠的進一步叫小調 小調已經有什麼制約啦 歌謠只有七個字啊 押韻啦 寂寞押韻啦 寂寞押韻啦 這兩個條件啊 沒有憑折力啊 小調已經有長短力啦 他哪個地方押韻的隨運力啦 尤其有長短力 他弦力變化就不一樣啦 他的押韻 有些地方押韻 有些地方不押韻 有些地方可押可不押 他制約性又高了 歌謠一點點 但是還是寬鬆 好 詩戰體 詩是幾個字為一句的啊 七個字為一句 詹是幾個字為一句啊 十個字為一句 你看七個字 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秦始明曰 漢世觀 這樣上世下山 也可以點秋江白露沙窩 這樣的什麼樣 山世的陰節形式 我們說單雙綠 四三的就是單四陰節 因為下班是單四的 三四的是雙四陰節 兩種陰節的語言旋律 是不一樣的 單四陰節是怎麼樣 是跳動的 雙四陰節是怎麼樣 平穩的 所以蘇東坡 中秋月 在寫月亮 在空中慢慢轉動的樣子 他說 轉諸葛 低起腹 照無名 所以月亮在空中 轉到紅色的蘿格 又低起腹 又低低的照在雕露的手窗 最後 又吸血 照在 我這個睡不著覺的人的身上 月亮是不是慢慢在轉啊 所以他用雙四陰節 轉諸葛 低起腹 照無免 如果呢 如果呢 你用單四陰節 把它倒過來看看 諸葛轉起腹低 無眠照 請問這個月亮在空中是不是崩崩跳啊 好 這個你們就知道 陰節的懸視 產生的懸力感差別多大 那像這個呢 施暫體就有了 所以施暫體 七個字有 上四下三下四 上三下四 十字記 有三三四的雙字陰節 和三四三的單字陰節 那最高級的是什麼啊各位 取牌 取牌我們說過有幾粒啊 有過程取牌的八個粒 字數粒 一個取牌有多少個字 有多少個句子 記數粒 還有長短粒 第一句幾個字 第二句幾個字 長長短短 這是固定的 鞋韻力 哪個地方該押韻 哪個地方不該押韻 鞋韻力 還有陰節單雙力 剛才我們說的一個句子 有單式陰節雙式陰節 還有 憑折力 聲調力 聲調力 就該賞聲的不能用平聲 該賞氣的不能用去賞 該入聲的不能用平聲 所以憑這聲調力 還有對我力 要對我 還有劇中的語法力 比如說哪個句子 要用 尋尋覓密 冷冷清清 疊字延伸覆 或者用短字韻 短字韻 呼經一聲猛聽 你六個字 就要三個韻九 等等這些很嚴密的規定 非常的精細的 你說這一些制約下來 產生的語言旋語 就非常的精緻 就非常的精緻 因此呢 它的腔調 就會跟著精緻起來 這就是說文學的載體 對腔調的提升 有這樣關鍵性的作用 這種作用啊 我打個比喻說啊 各位一定會 記得清清楚楚 請問一把刀 刀的作用在哪裡啊 在封 刀封的力度 對不對 刀封的力度 取決於什麼 刀體 如果這一把刀的刀體 是木刀 是石刀 是銅刀 是鐵刀 是鋼刀 是鋼刀 是鑽石刀 是不是力度越來越大啊 那麼就是因為 刀體的材質不一樣 刀體就是等於我們所說的文學的載體 那個力度就等於我們說 腔調的藝術性 所以腔調的藝術性 就取決於它的在體的文學的體制規律 聽懂了沒有 這個問題也是一項啊 大家都搞不清楚 我這一筆大家都懂了 還有另外 就是 每一個人的 歌唱的藝術的唱腔的提升 那什麼叫唱腔呢 唱腔就是歌唱者 歌唱出來的那個聲音 就叫唱腔 歌唱者唱出來的聲音和許多人一起 說出來的腔調 有什麼分別啊 一個是有共性 對不對 腔調是共性 那麼唱腔呢 完全的個性 特性 那麼這個個性特性 之所以產生的元素 又是什麼呢 有底下這些元素 這個問題啊 就是 尤其對音樂的同學要特別留意 唱腔的過程 各位 個性就這樣來了 每一個人的聲音是不是有各自的特色啊 叫音色 各位美啊 為什麼 一個戲劇演員 首先要給你分科 你聖誕靜末醜 開始學的時候就要給你分呢 因為你的音色 差不多聖誕來的時候 就要考慮是不是靜醜啊 或者做次要決色的啊 身材高矮啊 音色啊 都是選材的必要條件嗎 對 你的體型 你的音色 你的音色 長相也很重要 當然長相包括在形貌 所以音色 每個人都不一樣 口法 口法是什麼樣啊 那種 咬字 吊字 吐音的能力 你把一個字 會 念得清楚 吞圖非常的 清楚 不走音不走調 這種能力 有些人怎麼學就學不會 我在哈佛大學啊 他們呢 要把我造就成將來的 了不起的人才 所以都派 知道我英文不好 哈佛大學就 每一 每一 就找一個專門 一對一這樣教我 咬字吐音的 我學了上個月呢 就是學不會 他叫我怎麼吐 我就吐不出來 也就是 國法 都是中國式的 無法適應 他們西方的這個字音 就是這麼樣 學不會 那位老師呢 我說 哎呀不要這樣 喝酒去 我一說喝酒去 他馬上說好啊 所以我幾乎都是 陪我喝酒 這樣呢 也沒有學到怎麼樣 但是他呢 也不必要考試 他就去教我 我就是學不來 覺得太苦了 怎麼想說吃吃吃 什麼吃吃 然後學不好 就很怎麼樣 很挫折 很覺得我為什麼那麼笨 喝酒來 我就飛揚巴掘 很舒服 所以 沒學好 口法 因此呢 你看 戲棋演員 你唱道字 你口法不清 也是很可怕的 我們現在的媒體的播音 我最怕聽什麼 公視的閩南語播音員 他所播的閩南語 以我的程度 我聽的大概六成而已 那閩南閩南不是說什麼 這真是喔 這個就是啊 他們呢 不是把閩南語的語言 當作口語來運用 他就把那個已經文 寫出來的文言 翻成什麼 翻成閩南話 就像有一陣子的那個歌子戲就是這樣 都寫成國語 然後翻成 所以唱起來都聽不懂 所以這個 而且各位 這個口法呢 因為每一個音 有發音部位 雙唇 舌尖 舌邊 此音 活音 發音的部位不一樣 不行 發音方法 送氣的 不送氣的 清音的 濁音的 濁音 就是會顫動的 清音不顫動的 送氣 像啵 就不送氣 啵 就送氣 類似這樣 發音不會有發音方法 都不一樣 一定要掌握準確 更難的是什麼 行腔 行腔 行腔就是把那個聲音內 把它呈現出來 如何呈現呢 配行腔 你說說看如何呈現 那是已經到分析字音的情形了 一般 不會運用高低強弱長短頓挫等等這種技法 那為什麼高低長短強弱這個頓挫等等呢 道理很簡單 道理很簡單 他就是要把那個 那個 詞情 詞 裡面所包含的 情境 思想 用聲音把它 詮釋出來 也就是說你的那個聲音 在高低強弱長短頓挫裡面 就會給人感受 你有思想 有情感 有一種情境在裡面 這兩者之間要怎麼樣 相得益長 所以歌唱藝術 最高的境界呈現在這裡 那麼有開頭就要結束 所以他那個什麼說音 對不對 如果說音說尾 也要留意 經過這四個的總和起來 就是一個人的一種 聲音呈現的一種藝術的 獨家的一種藝術的展現 這是很個人化的 所以唱腔是屬於個性強的 腔調是怎麼樣 共性多的 共性多的 但是 沒有一個唱腔不從腔調 做基礎生化出來的 就像你唱昆曲 你就是要從昆山腔做基礎 的這個共性 然後呈現你的個性 道理 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你有這樣的這個藝術修為 你對你的腔調 你對你的腔調 就可以去主謀 改良 然後使得大家欣賞模仿 如果不能這樣的話 怎麼會經具有流派藝術呢 梅蘭芳的唱腔是梅蘭芳獨特的 大家去模仿它 把CPR房提升了 提升成為梅蘭芳的特質的形式 許多人這樣 他就成梅蘭芳 他還是唱CPR房 CPR房是腔調是共性 梅蘭芳的藝術 獨特的藝術的成分在裡面 改良了CPR房 同樣成員就可以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就有懲罰意識 好 今天我們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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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是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